大家好 老远来到英国 跟我的女儿住 我有空就煮几道菜给她们 煮一些香港吃惯的 港式小炒 例如虾仁炒蛋 或者是椒牛肉 多数我煮 有一次我女儿说 爸爸不如今餐我煮吧 我安排吃什么 到晚饭的时候 原来她递上是 英国最出名的炸鱼条 炸鱼和薯条 那些鱼好像没什么味道 好像很硬 薯条一般 都吃得饱 很开心 接着第二天我说 哎呀女儿今晚我煮干炒牛河 她说好啊 吃完后 第二天她说 爸爸今晚我又煮了 不用你煮了 我安排了 那好啊 晚上吃饭的时候 她说 咦 她递出来 每天一碟 每天一碟 有些菜是生的 没有煮过的 然后有些番薯 又有些 腸仔 这么有趣 这道菜是什么菜 她说她也不知道 大家吃了 那谁叫我这么早 送了他们来外国 住外国生活 我也要习惯一下 不要紧 总之吃得饱就可以了 吃完 她说 爸爸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最重要是吃饱 这就是外国生活的程序 不要常常想自己吃惯的东西 都要吃不同的东西 虽然真的不是很习惯 但是都是开心的 吃得开心的 下次谈